荷兰五级芝麻籍选区议员 连荣华表示 多元种族理念是我国建国的核心价值 一旦恐怖分子以种族或宗教名义 发动恐怖攻击 我国的族群和谐与团结将受考验 社群和宗教领袖在这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御狼集选区议员陈有名医生则表示 我国的多元种族宗教和谐得来不易 也是我们应当捍卫的 他呼吁政府在祖屋底层保留足够的公共空间 让各族居民在自然的情境中 互动交流 我们应该尽可能给孩子们制造机会 与其他族群的儿童接触 交朋友 无论是课外活动中 族区内或在民众联络所活动的时候 我们应该尽量为孩子们 制造一起学习和玩乐的机会 陈永明也呼吁国人 透过学习其他族群同胞的语言 加深相互体恤和情谊 我应该尽量为孩子们制造机会